秦乙川一向是不太喜欢开夜车的 理由很简单 他们这些人体质特殊 简直就是放大版的非自然事物召唤器 无论是有恶意的还是路过看热闹的 大晚上遇不见几个徘徊的阴魂 实属不正常 韦湖是个很偏僻的地方 要不是三年前修通了盘山公路 就韦湖的自然条件 只怕就算再过三十年 经济水平都不会有任何涨进 这种村子里的案子 秦乙川其实有点不太愿意接 毕竟固守一方太久了 当地人很可能会形成一种 与现在的普世价值观不太一样的思维模式 比如有一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拐卖村 他们压根不认同拐卖是违法的 相反一个胆敢逃走的女人 在村民甚至这个女人的儿子眼中 反而是冷血无情罪大恶极 这种思维方式短时间内根本改不了 面对这种案子总会有种无力感油然而生 平白让人心里堵着一股火 上不去下不来的气的话 虽然修了路 但这里的自然条件太险峻 巡言这种开车约等于不要命的主 也开始小心谨慎了 大半夜的山里都是雾 天气不好 夜空显出一种黑沉沉的朦胧感 月亮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山路没有路灯 跑车开着远光灯 在空无一人的山路爬行 周遭的一切都被映出一种 胶片电影似的不真实感 一脚白色在后视镜中飘荡了一会儿 巡言看见了 但是懒得搭理 跑车绕过了两个弯道后 拐过弯来 见着的是一大片槐树林 后视镜里那脚白衣漠然暴涨 宽大的一百像简一样 就要将整辆车包裹起来 槐树林是个阴气放大气 厉鬼身上的怨气刺得秦义川 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巡言刹车都没踩 直冲着白衣转过去 在车身与不了接触的瞬间 一把漆黑的刀影正然而出 白衣与这刀影相撞 立刻被撕裂一个巨大的缺口 巡言的车从缺口中冲撞而出 一个急刹车飘移着停在马路中央 鬼影渐渐凝聚出实体 长发及腰 白衣飘荡 脸虽然没有血色 但乍一眼看却还是个正常人 没缺什么灵部件 秦义川多看了两眼 觉得有点新鲜 这鬼是个男的 能借天使和地势之力为己用 已经不能单纯算鬼了 尾狐这地方应该藏着龙脉 或者灵眼 当初的乌鸦 也许是借了这里的地藏的便利 这东西不带好对付 说他估计要费一些力气 先不用收拾 这东西就是个看门的 有他在 能阻拦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换位置 你来开车 秦义川乖乖充当起司机的角色 巡言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抬头看着飘在半空中的男鬼一眼 眼珠一瞬间变成了纯粹的漆黑色 一股比这个千年老鬼更精纯的阴气 附在那把不知道撞坏了多少刀鞘的昆虏刀上 刀身发出一声污名 下一瞬间 已经抵在老鬼的脑门上 飘在半空中的老鬼 肉眼可见的僵硬理想 默默地将像浓雾一样 飘荡在四周的丧衣收起来 秦义川换了个党 以非常有恃无恐的速度 行驶出老鬼的业务范围内 当然 这种有恃无恐不是真的有恃无恐 毕竟在三十多度的陡坡上 他要不想车毁人亡 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实在很必要 维护村庄不小 但人口并不多 从头到尾网多里说也就五十来户 他们到的时候天刚亮不久 已经有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了 村民见了生人 都好奇地探头往这边瞅 秦义川打了个电话 能通 但是对方没接 等了一会儿 一个年轻男人踩着拖鞋 从村东头跑了出来 您二位是郑先生请来的吧 幸会幸会 我叫柳槐 柳树的柳 槐树的槐 我命令缺木 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二位这个点到 路上应该没歇着吧 我准备好了早饭 您二位将就着吃两口 然后睡一觉 休息休息 养足了精神 咱们再商量其他的 村里路窄 车开不进去 只能先停在这 您这真是好车啊 我还是在电视里见过的 我们这儿的人 肯定好好看着 保证一个划痕都弄不上去 这个叫柳槐的论画牢 绝对是秦义川认识的 所有人里排名前三呢 成经的鹦鹉 都得甘拜下风 不过 话多归多 他安排的倒是很细致 秦义川和巡言下了车 沿着村路往里走的时候 将周围的一切都收在眼底 白天看这里 似乎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既没有什么龙脉灵眼 也没有阴血鬼地 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村庄 旁人路过都不会多看一眼那种 但就是这么个村子 几十里外竟然盘缓着 一个千年老鬼 村里人不仅没有贫发灾厄 甚至还有点安居乐业 当然 这个安居乐业 是相对于小农社会而言 经济条件 还是比城里差的 不是一点半点 村子里的房子 大多是泥石墙家 青灰瓦最新的一家 也是六七年前盖起来的了 柳怀家里住的房子不新 但院子屋子都十分宽敞 占地面积少说也得二百多平 院里分了两个区 近一点的种着菜 远处的散养了十几只大公鸡 屋子分六个房间 都是照着城里的居民楼布置的 干净整洁 甚至还喷了一丁点的蛋香香水 这香水味应该是个法国牌子 秦义川忘了自己在哪儿闻过 穿着白短袖黑短裤和凉拖鞋的柳怀 虽然看上去像个刚毕业 正加里顿的大学生 但生活品味和厨艺都是相当不错 横看树看都不像村里人 早饭是粥和小油条 都是柳怀自己做的 你是怎么和老郑联系上的 嗨 我们家里人祖传都是做风水生意的 不仅给人家看面相测生销 红室则吉时 白室订风水 曲个鞋请个仙啊 什么都做 时间久了 一些那方面的事情就有点了解 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 赶上易控局登记我们这种民间风水师 所以就认识了郑哥 这次的事 本来就是想给郑哥打个电话 咨询一点消息 讨教讨教 没想到他太客气了 直接找您二位亲自来了 东周仓库的负责人秦先生和徐先生 大名简直如雷灌耳啊 商业护出这一步可以稍微省略 说说正事 村里是怎么个情况 看起来挺太平的 其实这事啊 说大也不算大 就是有点奇怪 我虽然算是个风水师 但是我爹死得早 家传的手艺没人指导 有些是真学不会 所以其实 我也就是个半吊子 十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我睡到半夜 不知怎么的突然就醒了 然后就听见 门外的有人的哭声 哭声不大 但是特别有穿透力 就像整个村子四面八方 都按着立体声音音响一样 没有一出死角 我当时睡懵了 也没多想 就打开门出去看看 是不是谁家有事 需要帮忙 可是出去之后 哭声就听不见了 外道黑漆漆的 谁家都没开灯 可是我能确定 那动静 绝对不是幻觉 正疑惑着 在看清不远处 有一个人影 站在那田梗上 一动不动 实不相瞒 我虽然技术不咋地 但好歹是干风水这一行的 鬼啊怪啊什么的 也有幸见过几个 所以都不觉得害怕 走到跟前一看 才发现 是田家的嫂子 这个女人还活着吗 当时是还活着的 第二天 我还去她家 吃了顿饺子呢 不过 那天晚上是真奇怪 我问她在这干什么 是不是和田二哥吵架了 田二嫂起初没搭理我 我以为她正气头上呢 还安慰了她好几句 后来她叹了口气说 可惜了 可惜 什么可惜 我也不知道啊 这话说的一点逻辑都没有 而且除了这句以外 我再怎么问 她只说没什么事 让我安心回去睡觉 我不放心她自己在那 我们村里虽然没有狼啊 什么野兽什么的 但是水塘不少 我怕她真的是和田二哥吵架伴嘴 想不开 就把她送到院门口 看着她进去我才回家 第二天白天 我出门问左邻右舍 昨天晚上听没听见什么动静 他们都说没听见 我觉得奇怪 就又去了田二嫂家 见田二嫂正在包饺子 和田二哥说说笑笑的 不像吵架的样子 我以为夫妻嘛 床头吵架床尾和 我就没问晚上的事 在大家吃了顿饺子就回来了 别说 田二嫂的厨艺在韦湖 绝对是顶尖的 他调的饺子馅 就是城里的高级餐厅都不一定能比得上 你刚才说 他当时还活着 意思就是 现在已经过世了 是啊 那天晚上之后 过了也就不到七天 他突然生病了 晕倒在庄家地里 田二哥把他背回家 请村里的医生一看 医生就说 人快不行了 但看不出来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村里只有 我有一辆二手的面包车 我带着他们 直奔市里的医院 车轮都快跑飞了 可我们这里的交通状况 你们来的时候也看见了 等我们康治别度的 把人送到医院 急诊科的医生一看 说没有抢救的必要了 心脏早就停了 医院没有说死亡原因吗 说了 什么急性心肌梗塞 这种病是突发的 平时几乎看不出来症状 田二哥虽然悲痛 但是也没怀疑其他 将田二嫂的尸体 带回去就下葬了 墓穴还是我给看的风水 只此一试 似乎不必惊动一空击 如果只有这一件都还好了 田二嫂头七那天 我又一次半夜惊醒 你猜怎么着 我又听见有人哭了 这次是个老头的声音 嗓子嘶嘶啦啦的 一听就是我发小的二大爷 我披上衣裳出去 二大爷就站在当初 田二嫂站在的地方 看见我出来 摇头跺脚地说了句 作孽呀 这句话一出 我就知道事情绝对不简单 没着急劝他回家 而是把周围都 仔仔细细查了一遍 可就是什么都没发现 我问二大爷是怎么回事 他什么都不说 老人家身子鼓弱 我怕他吹着风有个好歹 也只能将人送回去 一晚上没睡 就在他家门口守着 等第二天都上午九点多了 还不见人出来 我进屋一看 人已经没了 这两件事情 村里其他人知道吗 就没有觉得奇怪 村里人只知道人死了 但晚上的哭声 我怕大家恐慌就没说 不过我涉探了几个人 都说从来没听见 晚上有动静 一个村子十天内 死了两个人 确实会让人犯嘀咕 不过因为二大爷本身就岁数大了 又是睡过去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他是寿终正寝 天二嫂年纪轻轻就去了 虽然让人惋惜 但是好歹也没受什么苦 比村里面偏瘫十几年 再去世的人要强多了 村里人嘛 对死亡的认知比较朴素 人都是要死的 无病无痛地去 反倒是件好事 可旁人不知道 我知道啊 这事绝对没那么简单 就昨天晚上 我又听见了那种哭声 这次我带着福祉 罗盘什么的出去 却什么都没见着 阿尔大爷那天晚上 是天二嫂投气 昨天夜里 阿尔大爷才去了五天 一般来说 投气的时候才是特殊日子 现在这哭声提前了三天 我心里实在没底 就联系老郑 想知道他有没有什么主意 你们这里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特殊 什么样的算特殊 就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比如小时候家里人 不让靠近的 长大后父母说不吉利的 或者哪里有闹过鬼怪的 都算特殊 这好像没有 我们这村子几十年 一直挺太平的 所以我们这种做风水师的 主要接的都是 其他地方的活 要非说有哪里特殊 那就是河滩那边的小山丘 还有后山根的庙 那个庙是叫习惯了 实际上早就没有了 听说几十年前就被拆了 那会儿啊 我爸还是个小屁孩呢 至于河滩那儿的小山丘 那里面是空的 听上岁数的人说 里面住着一条大花蛇 有大腿那么粗啊 但是谁都没见过 不过那里虽然小 也算是一山蹦水 久而久之地孕育出了一个灵穴 可这个灵穴太小了 就和小姑娘给洋娃娃买的玩具似的 但凡大一点的动物都容不下 当然灵穴也不是没有好处 那里长着几棵山鹰桃树 切出来的果儿特别甜 河滩有小火气 那里有人时常祭拜 是 这也是我要说的 三年前 我们这边出了一个大学生 考了个状元 虽然只是县城里的第一 但对我们这种地方来说 算是金榜提名了 全村人都跟着庆贺 挨家挨户地去他们家道喜 给了个一两百块钱 当时给着大学生凑的学费 也让他记得村里人的恩情 以后发家致富了 好照顾村里些 他爸有一天 突然做了个梦 梦见和他那个小山坡里 钻出来一个小矮个儿老头 说他们家儿子能考上大学 是向他许了愿的 如果能考上 回来就给他立牌位供香火 他爸醒了之后说这个梦 一问自家儿子 还真有这事 二话不说就来找我 我也兼职做个灵位什么的 就给他做了一张 等问他牌位上刻什么字的时候 他就说什么都不用刻 就空白的就行 我当时纯粹的是觉得 他太高兴了 想找个精神寄托 弄个牌位 毕竟小山丘里 如果真有什么妖精鬼怪 我不可能看不出来 牌位做好之后 他们一家果然隔三差五 就去烧香供奉 不过也没见有什么好处 或者坏处 村里其他人有时候 兴之所致也去许个院 但是有的灵眼 也有不灵眼 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用 两位死者生前 聚机拜过吗 田二嫂有没有去过 我不知道 但是二大爷肯定没去过 二大爷年轻的时候 被蛇咬过 差点丢了命 之后碰见绳子都绕着走 不可能去拜一条蛇 除了这些 你们村里最近 不 三年内 出现过什么 不寻常的事情吗 或者有没有陌生人出入过 不寻常的事 我印象里好像还真没有 至于陌生人 就我们这儿 要什么没什么的地方 就是请人家来 人家都邪远 所以还真没有见过 行迹可疑的 最陌生的可能也就是 吴端阳带回来的女朋友 在这里住过大半年 后来也走了 吴端阳在外边打工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两个人是散了 还是怎么着 展开说说 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情况 吴端阳是我发小 不过他初中就不读书了 先前在家里种地 后来实在赚不到钱 就动了出门打工的心思 他爸妈几处不让去 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 就突然说通了 正好我那年上大学 就带着他一起走了 我上学 他就在附近工地打工 我们俩也见不到几次 之后 他又去了别的城市 长时间不见 也就生分了 他那个女朋友 听说是一起 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回村里来 好像是因为怀孕了 要养胎 一直身躯简出 村里人都没怎么见过他 后边应该是出了意外 孩子没留住 他就走了 吴端阳的家在哪 我们家后面 那个红瓦房就是 现在只有他爸妈在家 但是二老都上岁数了 耳朵不好使 脑子也糊涂 饭都是左邻右舍 坐好了送过去 两个人都这样吗 唉 这说起来也是个奇怪的地方 老年人中风的情况不少见 但吴端阳的爸妈 在那个女孩走了不久 就相继中风 没过多久 又慢慢恢复了 像没事人一样 还能下地干活 村里人都说 他们家命好 不过也没命好多长时间 邻居就发现 这两个人老得特别快 吴端阳和我一样 今年才高28 他爸妈顶得50多岁 可是现在去他家看 任谁都得觉得 两位老人得80超上了 村民没有觉得奇怪吗 觉得呀 还有人私下里找我去瞧瞧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作祟 我去了好几趟 的确是一点异想都没有 只能推断 可能是上次中风流下的后遗症 可能不是东西作祟 而是契约 契约 什么意思 先带我们去他家看看 回头再和你解释 柳怀摸摸后脑勺 虽然一肚子疑惑 但还是带着他们两个过去 吴家的房子地势高 背后紧靠着山地 从后门一出去 五十米外就是一大片松树林 秦乙川和巡言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没进去 柳怀见词也没敢动他 左看看右看看 两位大哥 是发现什么情况了吗 这村子里除了你们家 还有过别的风水师吗 应该没有吧 这方面的事我还真没听说过 你的勘于之术 是谁教的 我爹留下来的书里自己学的 不过好多东西我都看不太懂 所以只能看一个皮毛 怎么 我们这儿的风水是有问题吗 也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不知道是谁设了个困隆局 把这里的那么一点祥瑞之气给锁住了 你们这儿的龙脉 不是正经的龙脉 布局有缺 龙不成龙 蛇不成蛇 如果不封住 很难说会不会变成凶煞之地 但是现在 这个困隆局被破了 和瘫的那个小山丘里的牌位 就相当于一根锥子 扎进了龙脉的脑袋里 强行夺走灵穴 凶煞之气一出 这才出了问题 那现在怎么办 把牌位拆了吗 我们村里 该不会还得死人吧 秦乙川没回应这个问题 冲着紧闭的木门挪挪嘴 去敲门 进屋看看情况 刘怀听话的去了 敲了好一会儿门 才有一个颤巍巍的老太太应声 谁呀 无审 是我 柳槐 无审将门打开 一股年久失修的臣府 味道散出来 这屋子分明住着人 可怎么都像空了好多年的 老宅子一样 眼前的老太太白发苍苍 满脸都是皱纹与老年般 柳槐说得没错 她看起来 真的是八十多岁的母样 小槐 你怎么来了 有事儿吗 你好 我是县礼扶贫办的 你儿子吴端阳申请了贫困补助 我们来看看情况 听见吴端阳三个字 吴神的眼珠动了动 老太隆中的脸上浮现出明显的喜色 连忙将他们让进屋里 里面的吴叔也听见了动静 摸索着去倒茶 一进屋 正对门的墙上定着一块红布 底下并排摆着三个牌位 供奉的是狐仙 黄仙和白仙 狐仙是狐狸 黄仙是黄鼠狼 白仙是刺猬 都是北方农村非常常见的 无边制野生神仙 说是神仙 实际上就是开了灵制 修炼出了一点法术的妖怪 不过 韦湖这地方没有妖气 供着的这些牌位 大概率只是心理安慰 起不了作用 能起作用的 其实是桌子上放着的那尊玉佛 佛像只有一个拳头大小 看起来非常有年头 材质有点像玉 只是瑕疵略多 品相不佳 拿出去卖 绝对不超过一千块钱 但是佛像的手上绕着一条黑线 黑线的另一端 系在吴端阳父母的手上 吴端阳父母的生机 顺着这条线被输送到玉佛身上 这样他们若有所求 佛像就会应允 契约就这么定下了 因果县 没道理啊 原则上来说 因果县只有我会才对 这个佛系我从来没有见过 怎么会被绑上因果县呢 你原来来过这地方吗 要不是老郑找我 我都不知道山里还有这么个村子 我说的不是现在 这我也说不准 隔了这么久 这里的山水地貌都变了不知道多少次 我也认不出来 那个时候这里是哪儿 更确定不了来没来过 不过 就算我真来过 这与佛也和我没关系 那会儿佛教都没创造出来呢 我也不能凭空想象出来个这么个东西 不是你 那就可能是鬼门的人了 以那个人的悟性 因果县被他偷学走 不作为奇 秦义川没说话 巡言也不打算多言 听不懂这一番云里雾里的交流的流 有怀 茫然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觉得刚才那几句话是话里有话 可是有什么话 他实在猜不明白 秦大哥 你们是看出来什么了吗 这一佛是从哪儿来的 这个从地里挖出来的 我们这边时不时就能从山里地里捡到什么东西 瓦罐子 杯子 盘子 都很常见 不过大多都是破了的 稀罕一点的有那种玉的烟带嘴 班纸 佛像什么的 我们这山里可能有古墓 不过村里人迷信忌讳 从来没有走漏过风声 怕引来什么不干净的人 捡来的东西 就没有人拿出去卖过 有卖的 但是很少 一方面我们这边实在是出入不意 另一方面 早些年我有个远房伯父 不知道听谁说 山下有收这些古董的 搜漏着好多件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下山 可惜钱没赚到 被人家坑了货物不说 还被以贩卖文物的罪名抓起来了 从那之后 村里人也就不怎么打这些东西的主意了 刘怀虽然这样说 但实际上可信度如何 并不好判断 虽然相处时间就这么几个小时 但是这个半吊子风水师的石胜性格 已经初见端倪 有些事情明面上没人做 但是背地里可就不一定了 这玉佛我能拿走吗 这东西有问题 巡言刚说过 吴家父母之所以老得极快 是因为他们和什么东西定下了契约 用自身的寿命去唤起一些愿望 和他们定下契约的就是这个佛像 如果不处理 两位老人只怕熬不过一两个月 阳寿就会耗尽 刘怀一惊 立刻提高了声音和两位老人解释了几句什么 他们用的是方言 秦乙川和巡言都听不懂 费了好大的劲 最后把话题绕到了吴端阳身上 吴家父母才最终点了点头 把这玉佛好好擦干净 真而重之地给秦乙川 秦乙川能感觉到 这玉佛在入手的一瞬间 像活了似的挣扎了一下 转瞬又归于平静 去河滩 河滩就只是河滩 雨季早就过了 尾湖虽然名字里带湖 却是个缺水的地方 河道里只有几个地势低洼的水坑里 还有水 比浴缸多不了多少 河滩边长满了郁郁郁郁郁的野草 一个三米多高的小山丘 在灌木丛中 隐约可以看见一个香炉 秦乙川脖子上戴着那块小石头 像短路了一样 烫得他的皮肤发疼 小山丘里有一个狗窝大小的空洞 秦乙川拿着手电筒照着看了好一会儿 连只毛毛虫都没见到 如果不是有脖子上的石头 秦乙川都以为这地方 真的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山丘 这地方有问题 但是问题在哪儿 他一时说不清 秦大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不好说 白天看不出什么 等晚上吧 秦乙川说的晚上是指半夜 白天日光太盛 珠邪退避 一到晚上 不安分的东西自然就会出来乱窜 巡言和秦乙川在柳怀家里睡了一下午 等晚上手表的指针一到十一点 外头就无端起了一阵风 风声之后隐隐约约的哭声就传到耳朵里来了 秦大哥 您二位有没有听见动静 巡大哥这刀 他这刀天生带夜光 晚上没手电的时候 能当灯笼用 巡言瞥了秦乙川一眼 随他胡言乱语没拆穿它 将感知到鬼气而欲尽的昆虏刀收了起来 出去看看 月朗星熙 这是个难得的好天气 一点都不像群鬼出没的样子 群 群 群鬼 嗯哼 饿死的 撑死的 淹死的 吊死的 从果道尽应有尽有 帅兄弟 你们这地方邪门啊 起码两三百年 凡是死了的 就没一个头抬去的 全都在村子里堵着 秦大哥 我虽然是个风水师 但我还没和那种成型的鬼怪打过交道 我 我 我其实有点害怕 当风水师的 怕鬼可是大忌 其实鬼也没什么可怕的 看久了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就是我的死相难看 丑了点 而且也别提起鬼就怕得和什么似的 真正能害得了人的万里挑一 比仲彩票的概率都低 闭上眼睛 柳怀文言 本能地闭上眼 感觉到秦义川的手指在他的眼睛上轻轻一按 眼球里像点了几滴温热的眼药水 再睁开眼 猝不及防和一个滋着牙笑的半大男孩 对了个脸贴脸 那男孩头骨里生出来的水草 长得十分茂盛 乍一看 像顶着一个墨绿色的脱布 等柳怀好不容易冷静下来 秦义川才往田梗那边走过去 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站在那 扭过头来 神情复杂地看着她们 像是藏着千言万语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秦义川脖子上的石头又灼热起来 刘怀一见这哭的小孩脸色一变 姚谣 你怎么在这儿 叫姚谣的小女孩一言不发 只用黑曲曲的眼睛看着她 小姑娘长得漂亮 一双格外大的眼睛这么看着别人的时候 有一种不经意中流露出的楚楚可怜 格外动人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 这一次 瑶瑶的眼睛终于抬起来一见 看着秦义川 许久后竟然长长叹了一口气 山主 您到底还是来了 寻言沉默地谈了一下眼皮 山主这两个字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叫过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 你不是人类 为什么要附身在小女孩的身上 山主 是书实义 这地方我们已经守不住了 您来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黑玉叔的碎片 在这里等了三百多年 也是时候去他该去的地方了 至于你 瑶瑶突然看向柳怀 我已经提醒过你好几次 可惜数字愚钝 竟看不破 现在尾狐已封 大阵将起 不论活人还是死灵 都将于此献祭 你根骨不凡 若能逃出生天 不如就败在山主门下 求一室庇护 大阵 献祭 这都什么和什么 我每个字都听得懂 可是连起来 怎么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呢 哼 我不需要九城镇 更不需要以人命和魂魄为代价的献祭 我自己的事情 从来不需要别人替我做主 那就当作我为自己做主 山主 您就是已经避讳千万年了 可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摇摇脸上的月光呼得闪了一下 有一大片云层覆盖的月亮 迅速将素白如霜的月光遮掩干净 山风骤起 原本死寂的村庄一瞬间嘈杂起来 山鬼夜窟万魂离体 所有被封在此处的心魂救鬼 刹那之间被全部激活 秦义川狠狠一皱眉 身影如雾 顷刻间已紧紧捏住摇摇的脖子 摇摇的脸上有半透明的陌生面孔挣扎起来 却怎么也逃不出秦义川的手心 我说过 我从来不需要任何人替我做主 那如果是鬼主大人默许的呢 你说谁 您当年自请兵解 但有一丝残魂尚存 最终才成了今日这样 各种缘由您就不想知道吗 您该不会真的以为天道仁慈 才留您一线生计的吧 哼 这算是挑拨离间吗 我只是陈述事实 是吗 事实 你以为的事实 就是鬼主为了我发动九生阵 以整个营母山为计 才换我一片残魂 之后又耗时百年布下伪狐的这个局 助我重生 难道不是吗 你是太看得起鬼主 还是太看不清我呢 如今千百年已过 本山主不妨就告诉你 当年所谓兵解 所谓残魂 都只不过是我一手谋划 目的就是彻底摆脱山主一职 自私与那帮人生死不相逢 我与鬼主从来不曾有过额外的交情 他凭什么为我为你天道 瑶瑶的神情终于变了 你以为九生阵启动 我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 你既然是从营母山来的 就该知道 这九生阵是我一手所创 我能让他起 自然也能让他破 金光乍起 恍若天开 巡言微微侧头遮住眼睛 刘怀傻愣愣地站在原地 巡言一脚踢在他的溪窝 刘怀哪禁得起这一脚 立刻摔个狗肯尼 趴在地上 紧接着就觉得一阵灼热的光芒 照在后背 像贴着一个超大号的加热器 周围的强光 让他哪怕闭着眼睛 都觉得刺目的无法忍受 模糊中 刘怀似乎听见了尖叫哭喊之声 细细去听 整个村子里又只有素素的风声 声音中无端透露着一股沧桑的味道 不像尾湖本地的风 倒像是穿越过千年 从太古之前吹过来的似的 这是一种很玄乎的感觉 刘怀正疑惑这是不是幻觉 冷不防听见一声巨响 像在石头里 放了一个巨大的炮杖 刘怀本能地往那边瞥了一眼 河滩上的小山丘炸裂开来 乱石飞溅 眼看着一个篮球大的石头 冲着他们砸过来 巡言那夜光刀 此时亮得像刚从冶炼炉里捞出来似的 不用指挥 已经脱手而出 在他们三个人周围布下 密不透风的一层网 别说石头 就连尘土都飞不过来半点 刘怀目瞪口呆 金光烧着 他本能地转头去看秦乙川 不过头还没等扭过去 就突然觉得后脖梗一麻 眼前顿时也黑 在失去意识前 他看到了最后的景象 是一条豹子式的尾巴 刘怀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 他从床上跳起来 愣了一会儿 才意识到自己躺着的 正是自家的床 他冲起来 打开窗户往外看 一个小女孩正好坐着牛车 从他家门口路过 跨着篮子准备去地里帮忙 见着他后 冲他做了个鬼脸 刘怀哥哥还赖床 羞羞 姚姚 你没事啊 我怎么了 刘怀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脸 疼得一机灵 这才肯定现在不是幻觉 他要往田二嫂家跑 刚到门口正遇上 走进来的秦乙川和巡颜 秦乙川的脸色不是很好 流露出很明显的体力 消耗过度后的疲惫感 刘怀见了这样的他 愣了愣 终于慢慢冷静下来 秦大哥 昨天晚上 我不是做梦吗 我倒是希望都是你做梦梦见的 也免得我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 才收拾了你们这里的烂摊子 我刚才看见姚姚了 她没事吧 她以后也不会有事了 对吧 放心吧 东西已经清理干净了 还活着的人 不会再受到牵连 只是已经死去的人 都救不回来了 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姚姚身体里 是不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 也不算是附身 因为那本来就是她的灵魂 讲清楚一点 就是她上一世的灵魂 你们这地方被布下一个阵法 身处其中的人 就算投胎转世 灵魂也不会打消了重来 而是累加的 转了几世 身体里就有多少个灵魂 那个阵法叫九生阵 是 没错 是我创的 您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怎么听姚姚叫您什么山主 没什么身份 就是曾经战山为王 当了几日山大王 不值得提 那 这东西先给你 这 这是红宝石吗 这也太贵重了吧 不是红宝石 是黑羽书的碎片 只要它是红的 你去放心收着 如果有朝一日 它变成了黑色 你就去东周仓库找我 或者 我也可能先一步过来找你 但是你记住了 这块石头只能放置在尾湖 你离开 这个石头也不能带出尾湖半度 听懂了吗 啊 我明白了 行了 没别的事情的话 我们先走了 等等 秦大哥 昨天晚上瑶瑶说 让你收我为徒 您要不要考虑一下 我虽然现在是个半调子 但是我保证 我真的会认真学习的 您要是觉得我悟性不好 不想教我法术什么的 打砸跑腿我也可以 我不收徒弟 刘怀还要再争取 就见秦乙川将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册子 递到他手上 很多很多年前 已经收了一个徒弟了 当时和那小鬼开过玩笑 说以后都不会再收别人了 不过说不收徒弟都不重要 只不过是个名分罢了 这册子是风水堪余术 等你能看透尾湖的风水布局 到东桌仓库去 找我换下一本教材 刘怀将这本地摊上顺来的 一样的小册子切了 一年时间 我一定能学会 秦乙川笑了笑 不知可否 我们该走了 刘怀说什么也要将他们送到村口 等秦乙川的跑车连尾气都看不见了 才恋恋不舍地拿出那块红色的石头 端详了一会儿 黑玉书 这个名字 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 车是巡言开的 秦乙川懒散地窝在副驾驶上 连眼皮都懒得动一下 巡言悄悄看他好几眼 欲言又止 秦乙川分明没睁眼 却好像什么都看得到一样 怎么了 吞吞吐吐的可不像你的性格 你为什么毁了九生镇 不然呢 你就真的没有想过 再回英姆山做你的山神吗 想过 巡言的睫毛微微动了一下 但是我不想去 为什么 原因嘛 很简单 英姆山现在都成景区了 我可不想像个猴似的 被人类买票排队关上 说不定 还有导游在旁边拿着话筒讲解 各位游客啊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位 就是远古时代的 英姆山山神 几千年前自杀失败 现在和普通人类没什么区别 想黑影的请排队 五十块钱一张 你倒是想得开 想不开又能怎么样 反正现在的生活是挺好的 你没听说过吗 建国以后不许成精 自然也不怎么允许成仙 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山神了 但是你不一样 当年的事情本来就和你无关 子不教父之过 教不言师之舵 所以怎么能算和我没关系呢 我的小徒弟 巡言一脚刹车用力踩到底 车猛然顿了一下 在路边停下 巡言侧头看他 眼神深不见底 轻易穿抬手 只负在巡言左眼眼尾 几乎看不见的极小的印记上 我亲自亲手画上去的痕迹 你真以为我认不出来吗 那你 那我为什么一直没说破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觉得 咱们两个无论是做同事 做朋友 以什么名义相处不重要 先回东州 小爷困死了 东州仓库办公楼 他们一进门 就看见惊鸿雨 正在和两只黄鼠狼斗地主 两只黄鼠狼 嫩得能掐出水的脸上 贴满了纸条 眼神那叫一个忧怨 秦义川打着哈欠坐下 双腿往桌子上一搭 十分作媒坐下 巡言倒了一杯温水 放在他手边的桌子上 哎呀 哎呀 日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连小巡同志都这么狗腿了 那还不是本公自有能耐 有本事 你让他给我狗腿一下 哎 不要了不要了 属下福伯 可担当不起小巡同志 屈尊倒茶 你们回来得这么快 韦湖那边的事情解决了 算解决了一半 韦湖是个套娃的阵眼 什么意思 大阵套小阵 用途还偏偏都不一样 韦湖里的村子 三百多年前被布置下的九生镇 让我破了 但是韦湖所处的整座山的腹地 是山河镇的镇眼 半路还放了一个千年的老鬼 做开门人 那座山里 应该藏着点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只不过现在时机未到 我也没贸然去尝 九生镇不是 你竟然给破了 不然呢 有些没边的事 就不要花费过多精力去猜了 抽空给老郑打个电话 财政拨款这事 趁早给我们解决 不然回头 方便面都吃不上热乎的了 哦 老郑去泰国了 不过临走之前 给你留下一封信 就在那边 自己看 都什么年代了 还留信呢 他说着 将牛皮纸材质的信封拿过来 入手是沉甸甸的质感 风口处还特意加了一个 法术凝成的锁印 除了秦乙川 谁都打不开 老郑那种咨询懒人 如果不是有必要情况 他是绝对不可能 多搞这么一步 毕竟整个东周仓库 也没有谁值得这么放着 锁印解开 里面没有信纸 只有一个迷你手机 那么大的青铜铁块 上面撒了一串 深褐色的绣迹 像是沾了血 哄哄 别玩了 叫上阴侯宁 跟我走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